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两千五百一十六名球迷见证下 激战到第二次延长阶段 他于中场前1.4秒 抢到后卫队友魏斯里 Blake Westway 没投进的进攻篮板球上篮得分 以89比87淘汰罗格斯大学队 亚特金森是大四学生 这场比赛中出手15次13次命中 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 还有六个篮板球一次助攻和两次火锅 17日当天正好是天主教徒和爱尔兰裔美国人重视的圣派崔克日 St. Patrick's Day 这是圣母大学队从2017年球季以来首次有原总决赛 双方全场短兵相接 呈现季后球季最叫做又叫好的拉锯紧绷场面 共有12次战成平手 17次相互领先 这场比赛是总决赛历年以来第28次出现两次加赛分胜负场面 也是大赛的第一回合 The First Four 之中首次出现两次延长比赛局面 德州农工大学和北爱阿华大学 曾经于2016年3月20日在年度总决赛第二回合交手 直到第二次延长赛阶段 由后卫卡鲁索 Alex Michael Caruso 领军的德州农工大学踩得逆转局面 以92比88胜出晋级 罗格斯大学的替补连续第二场莫有贡献 而三名先发队员 在结束这场赛事之后 则正是向大学球弹挥手说在线 他们是身高6尺7寸 主要执司后卫 球棍 Jim Red 出身的麦康诺 Taylor McConnell 身高6尺6寸 也是执司后卫 出身于篮球家庭的小哈普 Ron Harper Jr 以及身高6尺4寸 擅长后卫角色的贝克 Geo Baker 他们三人其实连首开创了 罗格斯大学南篮队四年来任性坚强的局面 也令人不禁想起 2006年12月28日在德州休士顿 罗格斯大学美式足球校队 也是在三巨头率领下 以37比10击败坎萨斯州立大学队 勇夺德克萨斯杯 成就一支校队绝技 麦康诺是11周14校联盟 The Big Ten Conference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他在大学生涯告别球赛 交出亮丽的进攻成几单 上半场得到18分 全队累计41分 是本季最佳记录 全场收获23分 是全队得分最多者 麦康诺贝号22 整场12次出手10次得分 三分球三投两中 一次罚球建功 还有11个篮板球 小哈普的父亲哈普 Ronald Harper 始于1986年6月17日参加指篮选秀 尤克里夫篮骑士对于第一轮第八顺位挑中 拥有15个球技1009场出赛经验的后卫 小哈普以一季三分球鱼下半场开场 全场收获也有22分 他穿着背号24的球衣 整场14次出手9次得分 三分球7投4中 还有4个篮板球 贝克身穿背号00的球衣 整场得到19分 19次出手7次得分 三分球8投3中 罚球3投2中 还有6个篮板球 他是在正场比赛时段结束前2分钟 36秒投进三分球 双方以67比67平手 他与比赛时段结束前1分钟46秒 在一跳投将双方比分造成69比69平手 可惜和小哈普都出手无效 彭广阳 2022年3月18日